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推荐的书是《神奇树屋忍者的秘密》 这本书的主角是住在美国哇西站的一对兄妹 哥哥叫杰克 妹妹叫安妮 他们两个可以坐着一个名叫《神奇树屋的树屋》到处旅游 这本书他们里面介绍了一个忍者大师的秘密 所以杰克跟安妮坐着书屋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大概是三千多年前 里面到那个时候里面都是丛林 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车子 他们一直往圣连里面走 看到了一位忍者大师还有许多忍者 他们正在练习武术 这些安妮和杰克看到了这一些人心里有点紧张 所以呢他们两个捏手捏脚的往前去问候他们 忍者大师问他们从哪里来 安妮跟杰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所以忍者大师请一些忍者带他们游 带他们往这个森林月里面看看 我要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多的趣事 所以而且每次看完这本书 后面都会有一个介绍 就是那个介绍里面都会写说 这个时代或是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来的或者是它的由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神奇书物 这一系列的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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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